建国到90年代末为止 我们国家自制研发的新药只有几个 二十多年前像这种实验台可能都很少见 只回忆可能就一台 科学研究很多东西需要这些一起生 我是在新疆大学上的本科 83年毕业 幸运的是被选为新疆第一批去日本留学 就去了日本明星大学 我的老师正好是搞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 主要的手段就是用质朴仪器 获得博士学位回来后 我在中国一些贵心药物所做博士后 快出战的时候 正好国家财政部科技部批了一台 质朴仪当中当时是有一个信号 是最新的一个设备 我记得大概是600多万 那个年代 我用的那个质朴仪器跟现在还不一样 非常的大 它的那个操作板相当于柜子这么大 然后都手动 到现在为止大部分科学义器 尤其是中高档以上 还是依靠进口 对很多科学研究 不光是化学研究 生命科学 生物 基础医学 甚至 临床医学的一些检测技术 我们如果一直要依赖国外进口的话 这些技术我们会出现空性化 幸好国家在11.5 尤其是12.5 就78年以前开始重视到这个问题 所以开始科技部 专门有重大科学仪器研制项目 本来我是用医器的 不是研制医器的 因为我们搞药物分析 那么药物分析需要好多科学仪器 来研究这些分子结构 代谢物等等 看到一些国外的报道 有一些核心技术 是可以用玩的心态 再来可以研制 开始就从05年 研制这个植谱医的核心技术 我们叫离子化技术 现在可能不光是我们实验室 很多实验室可能有几十台了 这改进的是非常的明显 从而我们现在在国际上 国内的很多基础研究 处于领先 从原来的后面 已经到了第一梯队里边 甚至有些学科 我们都属于第一或者第二 现在的学生们有这么好的条件 他们今年入学 最近刚安装的这几台仪器 我们给他们研究方向 设计思路 他们只要是认认真真地 刻苦努力 珍惜这个好的条件 和好的时代 只要他努力了 下功夫 科学研究 一定会出好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